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现在恒指跌至62点 24,646点 如果说看区间上落 24,6000至25,000 其实又下回这个底部 看看是不是仍然站在这里 今天就应该差不多为止 这几天都是靠近50天线 可以说是完全无力 每天都高开低走 这个亦是大家意识到的 你说它真的跌吗?其实又不是 每一次都是10天线有阻力 昨天开在10天线 50天线有支持叫做 今天有机会收在50天线 但两条线越宿越窄 一个24933,一个24680 加上230点左右的区间 换言之下个礼拜很有机会 就会向上或者向下 看看有没有多一些方向 留意这两天 成交都是继续 现在才是1049亿 做完U盘应该都是1100亿 少了一点 前排经常都很大成交 没错 现在如果股方面 成交眼榜上 暂时升得多的 有只中芯升得5.8% 29.8% 然后是斯摩尔升4% 瑞星升3% 可以看看中芯 中芯 肯定也会有暗闻 厉害了 复活这样的款 现在是29.8毫半 见到今天有很多主动买入的盘 但是看回北水方面 已经没有前几天那么多了 今天还有少少的北水流入 但不算很多 因为它大升当天 7月29日那天比较多 昨天来到29.4左右的阻力位 就没有突破 今天有机会收到突破 究竟是否有机会回生 都是关注今天 可不可以收到这个位置 或者想考虑要追进的 看着美市是否可以站到这个位置 我自己的看法 看看它是不是脱险 其实我是审慎一点 当然因为之前大饮速 我会觉得 我的位置差一点 其实也不差很远 28.7毫半 当天大饮速底 其实现在应该有突厥1元左右 起码 就是说自从那一天大饮速之后 过后就日室 现在就稍微站稳脱险一些 变成后市更容易定止善 当然如果再胆三毫一点 觉得已经是回升了 回升了 见底了 那你就自己去追入 但是用最近的低位来做止善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它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弱势 我认为就变为中性 我都不敢太买 因为其实它上方就比较多败货 如果买的话 亦会遇到风险 因为它现在炒味很浓 变成了一只 下个星期会出业绩的 8月6号 不过它已经变成了一只炒股 业绩上 我想未必这么大 其实业绩我相信应该不差 当然股价都炒高了一段日子 还有我都要看管理层会说什么 如果他想推高 管理层如果说一些 利害的展望 可能就有机会 还有他的A股 这几天都不错 是的 我都想说 因为如果大家硬要去解释 为什么天天就不动 今天动 我想有原因 今天A股最高见过84.99 我相信当时曾经一度涨停 不过现在收市的时候 就收82.21 只是升8.6% 不过我要补充一点给大家听 虽然A股方面 即是688.981 升幅显著 但是因为H股 我们刚才有比较 当日大阴烛的阴烛收市底 现在我们看回A股的阴烛收市底 当时7月16日收82.92 现在跌了今天收82.21 即是H股收复了当日收市价 而A股是未的 还有6毫 不算很多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A股未曾收复当日收市价 即是A股似乎来到这些位置 所以就未充得上去 如果纯粹靠A股去拉的话 即是A股仍可以再好一点 才更有说服力 大家看看待会收到什么位置 不知华红今天会不会受益 虽然华红一早升得快 即是早过中芯 华红本土体在上面报一报 今天其实都小成交 也都没有什么很多升幅 34元齐头升8毫子 2.4个百分点 都是维持一个少少W型的双底格局 其实如果两者来选 中芯今天才刚刚突破的一个 最近的阻力 其实华红1347 之前已经突破了 在它当日两个一起炒上 因为当时一些消息开始唱好半导体代工 主要因为Intel也有机会转向代工 唱好整个代工产业 又炒下这两个 其实华红已经突破了 相对来说华红的蟹货更少 虽然说它基本因素 其实科技还要比中芯落后 但是如果炒作的角度上 就是突破了最近的阻力 已经站稳了两天了 没错 我也同意 以它这个走势 就好像已经确认了双底 升穿颈线 就好像比起981 刚刚在低位挖了一个弯上来 因为981就没有一个双底 W型的形态 纯粹叫弯弯地上回来 变成实正 好像是华红半导体实正 不过当然业绩当然是中芯会好一点 我不知道华红半导体什么时候出业绩 因为过往他们是一起出业绩的 每次都可以去比 就说中芯是真的 华红是留的 8月11日 华红半导体出业绩 即是说 它迟一点 还要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二 可能炒到业绩的 有望再破顶 炒上去 看完这两个 炒到业绩的半导体股 刚才看到成价 中芯又升多了 6% 迫近上去30元 另外 今天还有成价 大成价又升得不错 还有Cmoy 它是做电子烟的平台 现在升4% 报41.75% 如果你说中芯和华红是北水外股 这只Cmoy 都不二十二个薄 是北水新贵 念一礼 就获得北水的大力加持 暂时 前几天就回了 现在开始有个企稳即将 其实 如果你要买 不过它比较是波动性会大一点 就是要承受得住才行 它星期一就进入港股通 当时已经急弹了 只急弹了12% 之后那天就高科 又见顶又这样下来了 都要去看着指涉位的 它这次回到39.15% 这些位置都有支持 39.15% 可以用这些位置来做指涉位 因为已经是两年扬 暂时都初步有企稳再上的迹象 是的 看着这只 会不会都可以试回之前的位置 昨天应该这么说 前两天都稍为 跌低过那只大阴烛的底部 现在稍为弹回的话 进去就稍为安全一点 下方看那只阴烛的底部 上方看当日开市的44.4毫半 有机会在高位做一些横行整固 恒生指数准备进入竞价时段 不过仍然无力回升 看看转后竞价时段会不会好一点 现在正式进入竞价时段 恒生指数跌六十二点两万四千六百四十七点 成交一千零九十四亿 我们去到广告 稍后解答大家的问题 稍后见 好,回来节目时间 现在竞价当中恒指跌六十二点 报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七点 然后我见到恒指顶着根本有得升 这样也要比较 以我所知应该不升得很多 因为我天天都看着恒生指数 如果现在未竞价 差不多 升0.9百分钟 真是多谢 然后见到十分之高超 想看看一百一三百分钟 有人退 我问我退不退 合景泰富现在升了9.6百分钟 报13.8百分钟 因为其实内房近期都算是不错 其实它算是表现几好的一只 但是如果今天都升了9百分钟 由修士 不如看看下星期如何 其实它现在都突破了13.42 其实都是一个整固完起动的走势 其实是可以买入的 不过就看看今天充到这么多 会不会有机会下多一点 这里是12.42 做指示位 好 接着有位朋友Anna 她就问1717欧优 为什么营起都大跌 是不是假营起 我又教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魔鬼在细节 你看完它的盈利的预起 就说上半年利润 按年增加五乘三至六乘一左右 当然看大数价是迎起 不过其实 我觉得原因应该是 集团收入于第二季的增长 较第一季放缓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大家前天才看百威份业绩 它的大数倒退七成 但是它说第二位已经加速复苏 复苏到一个水平跟去年同期差不多 就是说原来我们是说 就是等于不是说说升还是跌 好像别人说阳烛和阴烛 第一季阳烛回到第二季 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营起 结果今天也在百威还在升 但是这个OVL是整体上升 不过它是由第一季阴下来 第二季是向下跌的 那就是说 其实势头就不好 所以这件事 似似你若莫 可能在若莫一个月前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 1478优太 当时它都是说 就是那个叫做 又是这件事 又是说你不要只是看营起 当时我印象中 它都是说 第二季很可能不是那么好 第三季更加不敢看好 所以那天营起是跌的 所以大家就要自己留意 这些叫季度的比较 现在的人看东西很微观 喜欢看季度的比较 因为如果你第一季表现那么好 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股价有时都已经反映了 它都升了那么多 如果你说近期升到去见顶 就是升到去六月底 开始见顶了 都排除是可能有一些 比较有去深入研究它的业务 或者有些知道 可能预计到行程都一样的人 可能都见到 应该没有之前第一季那么厉害 其实股价就一早在七月的时候 已经见顶了 一直下跌 见到就有 ABC就说可不可以吸收 这样的跌法都不会吸收 有货都要看看走不走 上方其实都不叫做头肩顶 不过你看到它几次稍微反弹 你看这些弹都不弹 死了 一个横行的支持位 或者横行的支持区 其实就已经在今天明确跌失了 所以不应该问买不买 没有的一定要 应该问走不走 是的 应该问是否走 而我的答案当然是 肉酸 肉酸 穿底了 接着就看看五一二 看看这些美丽的 软大医药 就是Tiyun说7.3入了 怎么看 现在就是7.34 我觉得还可以 今天升8% 第二棍的阳烛 今天成交很大 今天成交几乎 几乎上过交易日 股份其实就是我领军股份 喜欢它 因为它是传统弱一点 所以我就不会怕它的股值过高 同时它其实现在的往职市盈率 只得是20倍多一点 不属于说很瘋 但是股价均线排好 前一个顶位大概6.72 现在升凸了6号 所以我向上就当着8元 10元做目标价先 虽然你搞成现在先进入 就有少少 我不可以说叫高 不过不是低 但是都还可以的 因为阳烛大成交 它的势头都很配合 是 好 接着就看一下 3669 就是阿芯 它就是8.9 走了 它就说今天它的低位上 可不可以进回呢 似乎它仍然都在跌势里面 当中 8.9走了 那就好了 现在都7.9了 真是厉害 那就真是好彩 既然这么厉害 就不要浪败了它 不要由没事变回到有事 就是你已经这么幸运地走掉了 竟然自己再跳回坑里 那就实在太浪败了 其实呢 不需要你说 是不是低位今天收回责 今天都还是阴族 叫高开低走 低开低走 所以呢 根本的行程 是还是向下的 所以不要考虑这一只 那我挑一只 那我挑一只 接着呢 就看一下 686.5 其实呢 挺强烈的股份 不过平时没什么人问的 686.5 是一只玻璃 光伏的股份 来的 福来铃玻璃 它说怎么看 那它侧头震着上 那就是一个 是历史的新高位 去过去这两个月 跑得相当快 老實說,現在未有貨去買 明顯出現了雙頂的背池 股價一直上升,RSI一直下降 我一定不會買 但如果有貨何時吃,是否要馬上吃? 我都覺得不是 我會試之前的陰竹都可以清掉 不如再落去陰竹頂,失手才擔心 我會設置指站價在11.3 但未買的話,不買 好,接著看看這隻也冷碗一點 就是1257,Mandy說想看看走勢 3.7有貨 其實它是一隻比較弱勢的股份 距離250天線很遠 你看看葉線圖 其實是一直向下 現在這些只不過是少少反彈 可能你正在捕捉 如果3.9有貨,應該不是入了很久 都捱住了這麼久 現在都要小心一點 看著3.14來做止蝕位 這個位置如果再收穿,便要離開 如果沒有穿,可以先看著 看著3.5毫半 如果站穿3.5毫半,便會再有機會翻生 因為成交比較小 其實只有千多萬成交 所以便容易上上落落的股份 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如果沒有貨的話 但有貨就先拿著它 跟著有位朋友問6049 這是物管,保理物業 他說連跌了幾天 是不是有危機呢? 其實如果你向後一步去看的話 其實它又是那些假 不過確實,如果你心急的人 就是被人氣死的 人人,迫伏那些日日破頂的 它每天都是那個價 你說它跌得多嗎? 說真的,陰下陰下陰下 你今天一到百分點跌幅都不夠 但是暫時現在真的沒有力 沒有貨,不用買 有貨的話,其實可以再觀望 舉個例子 當日那支陰燭,八十個半都收了 之後,後來能上得回 其實到今天為止,都沒有怎樣實 我可以說,真的考驗人的耐性 但是未知很大危機 Tracy 正在問,想要加貨 好嗎?好嗎?87個半有 其實我不想交 好,我給盡你,我當你最摸頂 今個月88元買了 其實下來了81、82元 都不夠一成 如果物館股份有時升起上來 一天半成的話 一兩天都上回家鄉 其實就不止於說要交 因為一來就是不夠幅度 我很少隔這麼近又交 第二就是說,其實如果股份不是升的話 那你就更省多了錢 所以我怕就交多了反而跌 是啊,因為他每天這樣沽 就頂住先,不過暫時就不要再駕住了 是啊,沒錯 接著看一下839宗教 就是Andy,他說高開低走 長上影線,是不是突破失敗呢? 如果你看他的阻力位 就應該看15.22元 今天都有上一上 很快就被人沽回來了 今天來說是突破失敗的 不過今天失敗不等於他以後都會失敗 是啊 不如你說最短線要止蝕的位置 就看了14.48元 你這樣收穿下去才要止蝕 如果不是,就暫時再多看一天 十天線都未穿 不需要太過緊張 我選最後一隻 好 接著就見到有人問 剛才,你有沒有什麼心水? 我見到有人問,有沒有反向黃金ETF 我不看淡黃金的 沒有沒有沒有 也沒有 美股應該有港股應該沒有 正向就有兩隻 那不如說開這件事 不如看看一隻山東金 山東金OK的 其實今天到 不過想看看他收市 可不可以突破到 昨天的開市位 剛剛是那些位 24.3元 其實還未 差五個線 差價 所以不算很大的突破 不過今天有些成交 老實說 因為現在在國際金價方面 現在是1997.8元 差兩元 三元就上二千 所以今天金股都有反彈 但是老實說 之前這麼大支音燭 今天彈少少 有些不對勁 先觀察一下 未有貨就先觀望一下 有貨就繼續持續 反向首先沒有 還有應該還未看淡 沒錯 以於大事的話 現在跌115點 收報24,595點 我們的節目時間到這裏 下星期一早上再和大家看事 拜拜